婚姻生活不只是一个人的 妻子 丈夫 儿子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无论在是夫妻关系还是父母子女关系中 我们都要能够清醒地认识 自身的问题和不足 彼此磨合相互体谅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另一方面 对于老两口最关心的儿子的就业问题 儿子又是如何打算的呢 我最后还要说的是 你不能用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 来报复你的爸爸妈妈 这叫报复 懂吗 是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在问你 对今后有考虑没有 你说有就够了 有什么样的 那是第二步的事 这个工作我没做好没关系 我子当时摔了一跤 爬起来接着干呢 接着干走完这条道 发现这条道的确确确不适合我 我当然可以换一条道 但是换一条道又摔了跟头 我从此就回家待着去了 愚蠢 愚钝 三十岁了小伙子 你这一辈子有几个三十岁啊 充气量不过三个 已经过去了一个 没时间了 赶快行动 好吗 好 最后了 小伙子 再来 站直了 跟妈妈动粗 绝对不允许有第二次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跟妈妈在这个问题那边 仍然要道歉 既管妈妈没追究 也必须道歉 好 对不起妈妈 我之前做的不对 我应该抽自己巴掌 如果我有下次的话 立刻打要领 给我一个机会 不会有下次 妈妈相信你不会有下次了 我相信你应该能够成长起来 相信你 不要辜负妈妈爸爸 还有这些老师们 对你的帮助 你要好好想想 抱抱爸爸妈妈吧 好吗 来好好抱抱他们 我们希望幸福和快乐 可以永远注留在这个家庭 祝福你们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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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